民国45年7月7日 石门水库第二期工程开工 由副总统陈诚主持 按下电钮 启动石门水库本体建设工程 石门大坝原为拱坝设计 随着坝基开挖 地质条件不如预期 以及民国48年时 坝国传来拱坝溃坝消息 石建会经过会议讨论 决议变更坝形为土石坝 巡政院于民国49年4月 合订坝形变更